灌溉不夠用 綠油油的芋頭田是屏東高樹鄉常見的風景 這是要大量喝水的農作物 因此農民最擔心 旱季到來 香蕉 魚頭 稻田都會產生問題 屏東農業灌溉仰賴卓口溪 目前水位低到河床漏出 擔心雨量持續不如預期 水情吃緊 水利署全力備戰 但不只農業和民生用水 半導體更是吃水怪獸 而當護國神山台積電 持續擴大投資高雄水夠用嗎 台積電計畫在南資產業園區 新建三座二奈米先進製程廠 第一座力拼一百億四年後量產 三廠估計需要每日六萬噸的水量 如果再加入平屋的兩座新廠 五座廠加起來 每天就要用掉十點五萬噸的水 這些水就從再生水廠來 利用污水處理廠的再生水 然後全部供應給台積電 要養台積橋頭男子兩座再生水廠將是關鍵 橋頭預計一百一十六年 每天可供應三點五萬噸的再生水 接下來還有男子的每日七萬噸 能滿足產業百分之百使用再生水的需求 基本上跟高雄市目前在使用的民生用水 農業用水是完全不同的來源 高雄目前已經有鳳山林海兩座再生水廠 使污水變黃金 未來再加入兩座全力供應台積電用水的新廠 協助護國神山不和民生藏稅 華視新聞狀況下小星許富杰屏東高雄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嗨 大家好